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個單元要談的是機率 在課綱裡面的這個機率呢 有分成10年級的古典機率 以及11年級的條件機率和倍式定理 那我們在複習的部分呢 就會把這兩個部分合在一起 做整體的干連性的複習 首先我們要先來談古典機率 古典機率的定義呢 是在有限個樣本的樣本空間裡面呢 而且假設這個樣本空間裡面的 每一個樣本點出現的機會均等 那麼A事件發生的機率 就會是這個A事件 它裡面的這個樣本點個數 跟整個樣本空間裡面的樣本點個數的比例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這個P of A等於 N of S分之N of A 這個P of A就是A事件發生的機率 那N of S跟N of A分別就是 整個樣本空間裡面的樣本點個數 以及A事件裡面的樣本點個數 那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譬如說我們要丟一個骰子 那骰子有六個面 所以如果說我們骰子是 丟一次 值一次骰子 那它可能出現的這個點數呢 可能就會有 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6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樣本空間呢 寫成1 2 3 4 5 6 好那當然如果出現 呃 1點的機率是多少 那1點就會是一個事件 好那它是一個基本事件 裡面只有一個樣本點 好所以 它的機率就會是六分之一 那如果我們今天問的事件是說 它出現的是 呃 激素點數的事件 那激素點數可能就是1或3或5 所以這個激素點數這個事件的樣本點就會有三個 所以它的 機率就會是六分之三 也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出現激素點數的機率就會是二分之一 好這都是 呃 很基本很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要丟兩次 好這個骰子要丟兩次 那如果把這個樣本空間寫出來 丟兩次的情形可能第一次是1點 第一次是1點 第二次是2點 一直 一直我們可以把它列出來 也有可能是 呃 第一次是2點啊 然後或是第二次是1點 好 一直到 呃 最後一種情況可能是 兩次都是6點 所以我們這樣列出來的這個樣本空間 裡面就會有 36個 樣本點 裡面就會有36個樣本點 那如果 呃 我們把出現 呃 一個1點跟一個2點 就是 呃 出現的點數呢 一個是1點一個是2點 這個事件 叫做A4件 好那A4件 要把它列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 呃我們樣本空間裡面寫的這個 12和21這兩個樣本點 也就是第一次1點 第二次2點 以及第一次2點 第二次1點 的這個事件 那當然它出現的這個機率呢 我們就可以 寫成它是 呃 三十六分之2 也就是十八分之1 好那這個 這個就是 呃 呃 這個估點機率的這個 定義 那我們這邊要去特別提一個 事情是說 有時候我們題目會說 同時質量沒骰子 好那 有同學可能想說 欸同時質量沒骰子 它可能出現的點數 它 當然就是 兩個1點啊 或者是 一個1點一個2點 一個1點一個3點 那 如果我們今天寫 就是只有 把上面這個 21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它其實 我同時丟兩個骰子 21跟12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可能我們會列出來 像 類似像我們現在寫出來 這個樣本空間 就是 11 12 13 一直到16 然後22 23 24 然後一直到26 然後一直這樣 往下寫33 34 35 36 然後一直寫到66 好那 把這個當成 樣本空間好不好 它 確實是一個樣本空間 可是我們在處理機率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 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 每一個樣本點出現的機會 要均等 才可以 就是在處理 在處理 5點機率的時候 在樣本空間裡面 我們希望每一個樣本點 出現機會均等 而這裡呢 丟出兩個 都是1點的機率 跟丟出一個1點一個2點的機率 其實它出現的機會 是不均等的 所以 這個樣本空間 它就不是一個 拿來賺古典機率的 一個好的樣本空間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就不會拿它 來做樣本空間 那怎麼樣才可以 當成一個比較適合的 如果以 同時丟兩枚骰子的這個例子來看 怎麼樣才可以是一個 比較適合的樣本空間呢 就是我們把 這兩枚骰子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它編好 編成第一枚跟第二枚 或者是你就把它想成說 欸我 雖然是講同時丟 可是同時丟 跟我一次 丟一顆 然後連續丟兩次 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一樣的 換句話說 同時丟兩枚骰子的 樣本空間 我把它想成是 指兩次骰子的樣本空間 其實反而 相對來講是 比較恰當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出現 當然每個樣本點 出現的機會 才會均等 好 所以這個是固點機率裡面 非常重要的 這個概念 那 甚至我們要特別提醒 就是說當我們在算 機率的時候 同學常常有時候會 搞錯這個 我們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說 欸要不要乘以2啊 要不要除以2啊 等等之類的 其實主要就是 會忘記這個 事件 它必須是 樣本空間的一個 子集合 也就是說 我們在 這裡呢 這個 事件是 是樣本空間的一個子集合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的 樣本空間取得 第一個當然 它要 樣本點出現機會均等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事件呢 必須是 樣本空間的子集合 你不能是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的想法 好 那 再來我們 看這個 機率的性質 機率的性質其實 相對來講 是 比較直觀的 就是 那個 B of S等於1 意思就是說 所有事件發生的機會 就一定是1 那 空集合發生的 這個機率是0 空集合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 我今天丟骰子 那請問丟出 7點的機率是多少 丟一次骰子 丟出7點的機率是多少 那丟出7點 我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個事件 只不過呢 這個事件 不會發生 所以丟出7點的 這個機率就會是0 好 那再來 因為如果 A是一個事件的話 它必須是 樣本空間的子集合 所以 A事件發生的機率 就會在0跟1之間 好 那再來 於事件 第三點 於事件的機率 就是 全部去減掉 這個 A事件發生的機率 所以就是 A'的機率 就是 1-B of A 好 那機率的加法性 其實講的就是 我們 平常講的 取捨原理 或是叫 排容原理 就是 A連擊B 就是 A或B 這兩個事件 發生的機率 會等於A事件的機率 加上 B事件的機率 然後再減掉 這個 A跟B 兩個同時發生的機率 所以 這是取捨原理的 概念 那當然一個 單調性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 如果A 包含於B 這兩個事件 A包含於B 那麼A事件的機率 就會小於等於 這個B事件的機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這個 我們這個 部分的題目 其實相對來講 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後面 的這個影片裡面 就是後續的影片裡面 會有 比較 難一點點的題目 那 這支影片裡面的題目 會比較 基本一點 那我們首先看 這一題 這個 這個假事件發生的機率 是三分之二 以事件發生的機率 是四分之一 那P是假事件 或以事件發生的機率 好 假或以發生 其實我們處理的就是連擊 所以我們可以 把這個 呃 P呢 把它 就直接把它寫成這個 假或以 假連擊以 的這個事件 發生的機率 我們就用P of 什麼什麼東西 就當作這個 事件的機率 那它的 範圍會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 用文式圖來表示 譬如說 這個假事件 的那個 我就用一個圈圈 表示 用紅色的圈圈表示 以事件是用 這個綠色的圈圈表示 好 那 呃 取捨原理告訴我們說 假連擊以 就是假或以發生的機率 就是假事件的機率 加上以事件的機率 再扣掉 交集的機率 好 就是在扣掉這個交集的機率 所以 呃我們其實 真的要去考慮的 其實就是交集這個部分 因為它 我們要問的是這個P的範圍嘛 那P的範圍 這個假的機率已經知道 是2 3分之2 以的機率是1 4分之1 所以 真正會影響的就是 這個交集的部分 那它的範圍 當然就是看這個交集的部分 呃大或是小 交集的部分 它所佔的比例呢 是多或是少 那 呃 這個交集的部分 最少的 最少的情況呢 就是什麼 就是 當它是空集合的時候 那也就是說 呃 如果我把這個 這個 呃 假這個 這個機率把它椅旁邊一點 然後椅的 也把它椅旁邊 呃 不對 我畫錯了 把椅的部分呢 也把它椅旁邊一點 那當它們兩個呢 是 呃沒有交集 沒有交集其實就叫互次 就是假跟椅是互次事件 假跟椅是互次事件的時候 那 他們就是 交集是空集合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呃 假或椅發生的機率 就會剛好是 假的機率加乙的機率 因為它扣掉了 就是 就是要再扣掉交集 要交集是零嘛 交集是空集合 所以機率是零 它的 呃 P的值就會小於 等於假的機率加乙的機率 那假的機率加乙的機率 就是三分之二加十分之一 好 等於十二分之一 好 呃 好我們把它寫下 十二分之一 好那在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 呃 當乙 包含在 假裡面的時候 就是 乙事件包含在 假裡面的 的事件的時候 這個時候 假交集乙 就會是 呃 最大的情況 假交集乙就會是 乙的部分 所以 換句話說就是 假連擊乙 就是假或乙發生的機率 其實就會是整個 假的機率 那也就是說 當我把它移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 乙被整個包含在 假裡面的時候 好那 假連擊乙的機率 就會只剩下假的機率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 這個P呢就會大於等於 假發生的機率 就是它會大於等於三分之二 好 就是P會大於等於三分之二 好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可以知道 這個P的範圍 就是介於三分之二 跟十二分之 十一之間 好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 第三個選項 好 好那我們再看 範例二的題目 範例二的題目 它說 代中有八顆不同的黑球 若干顆不同的白球 由代中一次取兩球 如果都是黑球的機率是十三分之四 則代中有幾個白球 好 那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是 它一次取兩球 那一次取兩球 這邊 需要 理解 我相信同學比較容易 可以理解就是 八顆黑球 還有白球 這件事情 它其實 即使寫 代中有八顆 假設它這邊改成相同的黑球 或是相同的白球 其實那個 這個同或不同 其實在處理機率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機率的時候 為了要求樣本點出現機會均等 即使是相同的黑球 所謂相同黑球 就是我分不出來哪一顆是哪一顆 但是 即使分不出來它也是有八顆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它當成 要視為 是不同的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說 我有八顆 有編號的黑球 所以相同或不同 都要把它當成是不同的 好 白球也是一樣 好 那一次取兩顆 同時為黑球的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當然就是 就是我們可以先假設有 s顆白球 有s顆白球 那總共就會有8加x個球 所以我要取兩顆球的 這個 它的樣本點的個數 就是n of s 就是一次取兩顆球的這個情況 就會有多少種呢 就是有c8加x取2 這麼多種 好 就這麼多種情形 那當然就是 8加x乘以7加x除以2 好 那 如果都是 呃 黑球 就是取錯的兩顆都是黑球的事件 假設叫A事件 好了 好 那麼A事件 的這個機率呢 呃不是機率 A事件的樣本點 它的樣本點的個數呢 就會是c8取2 好 就是 呃 28 c8取2等於28 好 好 那所以 我們要求這個A事件發生的機率 當然就是n of s 分之n of a 好 所以算一下呢 就是這個8加s 乘以7加s 分之 這個8乘以7 然後題目說呢 這個機率是13分之4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計算 那我分子 的部分把這個8更式 先約一下 讓數字小一點比較好算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 呃 交叉相乘 等號左右兩邊交叉相乘 就是一項 的概念 然後 就會得到這個 8加s乘以7加s呢 會等於 呃 2乘以7乘以13 好 那打開整理一下 就變成s平方加15x 好 然後減掉126 會等於0 好126可以分解成 呃 分解成21 在21跟6 好所以就是 可以分解成s加21 乘以s-6 等於0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x的值會等於 負21或是6 當然負21是 負數不合 好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呃 代重有幾顆白球 有6顆白球 所以其實它的概念 只有在 前面的部分跟機率有關 後面我們就是在做 解方程式的部分 所以 呃這個題目相對來講呢 也容易 只是 欸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的取球的概念 好 是 呃我們可以用c 用c來做 c c n取k的這種方式來處理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這個 108年學測的這一題 好 那 呃我們其實可以發現 齁在學測的題目裡面 他處理機率的問題 呃其實 坦白說每次 出現機率的 機率的 這個題目 他的答對率都不會很高 所以 其實在 機率的問題裡面呢 呃 同學們相對來講 其實不太需要害怕 因為他也不太會 出多難的題目 反正只要是機率的題目 答對率都不高 所以他 感覺起來 其實出 機率的這個問題 呃不敢說 越來越簡單啦 但是 通常不會特別難 不過我們後面會看到有一個 110年學測的題目 後面的影片裡面會介紹 呃就是110年學測的 這個題目 欸確實有一點點難度 不過我們看108年 我們先來看這一題 范利山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題目其實 呃 相對來講容易多了 而且友善多了 為什麼呢 他說 從1234567的7個數字裡面 隨機認取兩數 然後選出正確的選項 那同學可以看說 欸 核大於10的機率 小於5的機率 核是機數的機率 然後X10歐數的機率 然後乘機是機數的機率 他問這個問題 欸看起來好像很難 可是其實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把它列出來就好了 真的把它列出來就好了 我們首先看 這個7個數字 認取兩個數 它總共會有21種情況 C7取2 會有21種情況 就是 認取 但這邊認取兩個數 指的一定是 不會是相同的數 因為兩個嘛 你不會說 欸我取兩個1 叫做兩個 不是 取兩個1 在題目我們直覺來講就是 你取到的就是一個數 不是兩個數 所以我們這邊的 呃 7個數裡面 認取兩個數 隨機取兩個數 的意思是 兩個不同的數 好OK 再來我們看 他說第一個問題 他說核大於10 那核大於10 有哪些情況呢 我們就把它列出來 因為1加7 就等於8 不可能 所以 2再加的話 2加到最大7 也會是9 所以也不可能 那3加7等於10 也沒有到大於10 所以我們第一個 一定是從4開始 而且4 4加7 會對嘛 然後再來就是 5加6 5加7 還有 6加7 所以其實只有4種可能 只有4種情況 它的 這個 認取兩個數 就是取47 取56 取57 跟67 這4種情形 它的機率 這個核的機率會大於10 核會大於10 講錯了 核會大於10 所以它的機率應該就是 21分之4 好 所以 第一個選項是錯的 好 第二個選項核小於5 那我們一樣去算 核小於5其實 算一算就是1加2等於3 1加3等於4 然後 再來呢 就沒了 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只有兩種 所以機率就是21分之2 所以第二個選項也錯 所以同學可以看 其實我們只要 列舉出來 這個 至少這兩個選項 我就知道都不可以選 好 那核是基數的怎麼辦 核是基數 其實 呃 我是不是要全部用列的 其實說真的用列的也沒多少 因為總共也才21種情形 所以說真的要把它全部列舉出來 也可以 那 但是我們也可以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什麼是核是基數 如果基數加基數會變成偶數 偶數加偶數也會變成偶數 所以兩個數相加要變成基數 一定是 一個是基數 一個是偶數 所以換句話說 我今天要考慮的這個 這個情形 就是我要取的 核是基數的這個情形 就是我要取出 1G1偶 所以 它雖然寫核為基數 可是實際上就是我們要取 1G1偶的數字 那 123567的基數的部分就是 1357 1357只有四個 那偶數就是246 所以我們就從這四個基數裡面呢 取一個 然後 三個偶數裡面呢取一個 所以總共就有12種情形 因此這個機率 就會是21分之12 就是7分之4 所以 第三個選項 是對的 好 那其實有了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會看第四個 第四題 第四個選項就是說 欸 它的X是偶數 我們就可以想說 欸 那一樣啊 那我是不是 X要偶數的情形 如果兩個 都是基數相減 欸 確實是 基數減基數 確實就會是偶數對不對 然後偶數間偶數也會是偶數 那如果是1G1偶 那 相減就會是基數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 就會是 兩個基數 或者是兩個偶數的情形 好 所以我們要求的 其實 其實就會是兩個G 或兩個偶 那 而且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交集 就是 我取到 這個B4件是兩個基數 C4件是兩個偶數 那B跟C的這個交集 的部分呢 它一定是空集合 就是它不會是 不會是 同時發生的 好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 這個 這個 兩個基數的情形 就是四個基數裡面取兩個 有六種情況 然後兩個偶數的情形 就是三個偶數 246裡面呢 認取兩個 所以有三種情形 好 所以我們要找的這個 這個 它的差勢偶數的情形 就是 B或C會發生的 這個機率 好 那它就是 P of B加 P of C 減掉 這個B交集C的機率 那B交集C的機率是0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來是 這21分之6加21分之3 好 就等於7分之3 好 所以第四個 第四個 選項是錯的 好 好 那第五個選項呢 它的G是G數 乘G是G數 就是 表示兩個數都要是G數 因為G數乘以G數 才會是G數 那只要兩個數裡面 有一個數是偶數 相乘之後 就一定是偶數 所以 它乘G要是G數的情形 其實我們要 做的其實就是 這個 P of B的部分 好 那P of B 就是 呃 剛剛已經算B有 六個樣本點嘛 所以就是21分之6 等於7分之2 所以 第五個選項也是對的 所以我們這一題裡面呢 就是 第五跟 第三跟第五 這兩個選項 是對的 好 那我們 這個 古典機率的這個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後面還會有 另外的 這個 影片呢 就是再繼續講一些 古典機率的題目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